黄南郡太守宋岩的宅子空旷舒淡 仆役稀少 冷冷清清 其实这栋宅子是黄南郡数一数二的高屋豪门 以宋大人的家底财力 原本根本无法入住 别说买 便是租借也难 只不过由于是栋无人胆敢接手的凶宅 才落到了两袖清风的宋大人手里 上任家主是未从边境退下来想要含一弄孙的老将 曾是燕文鸾燕大将军的左膀右臂 属于年轻时候都能跟北梁王同习饮过久的功勋将领 不知为何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 一夜之间府上七十余口人都给杀的一个不胜 不论妇如老幼 皆是给人一刀割去头颅 惨绝人还 至今仍是北梁道上一桩大悬案 有说是绿林寇匪所作所为 也有说是仍在北梁边军中任职的政敌下了狠手 不管怎么样 传言每逢雪夜便有妇人鬼哭隐气声响起的宅子空置多年 后来不信鬼神的宋延成为黄南郡主官 没有做什么水路道场也没有开坛社教 就带着清卷搬入府中 这些年岛也相安无事 宋延虽然推崇法术士 却有葛黄老沾边的别号 蔡根道人 郡守大人的妻子早逝 留下一个如今带字归中的独女 叫宋黄梅 在黄南郡境内侧马阳边 跨道晚宫 即为英姿萨爽 不输北梁游侠儿 当宋延察觉到向来把涂抹胭脂视为天下头等恶事的女儿开始跟她要些赢钱 也不是去购置弓箭 而是偷买了许多胭脂水粉 几次在府上撞箭 女儿脸上都没有擦拭干净 宋延就知道这闺女有心上人了 宋延对此也乐见其成 从不揭穿女儿一次次的别角掩饰 太守府邸的书楼毗邻花园 宋延捧了一卷书悄悄站在窗口 园子里女儿跟两名情同姐妹的丫鬟欢声笑语 嗓音格外清脆 人尽中年两病为双的宋延微微一笑 女儿故意这般大声言语 还不是为了让墙外站了的有大半葛时辰的那个年轻男子听见 宋延让人探过那年轻后生的家底 出身市井底层 血气方刚 投靠依附了黄南郡一座不上不下的宗门 几次帮派泄斗里都靠着不要命的搏杀 成了一位宗门大佬的嫡传弟子 多年人情历练世故魔力 待人接物 比起那些黄南郡目高于顶的高粱子弟要高出许多 宋延一次闲暇时有意无意的为服私访 跟这个后生同桌喝茶 随口聊了几句 年轻人少有故作惊人之语 谈吐朴实 本性不差 对于他跟女儿之间的情思 宋延也就默默退一步 听之认之 宋延本身就不是士族门第 也是起于贫寒露相 故而深知寒门后生出人头地的不义 不过如果此人是个读书人 哪怕功名无望 宋延也早就寝入府中 大大方方认了翁婿关系 可是个刀口舔血的帮派子弟 宋延心底并不看好 至多不反对 想要他这个黄南郡太守主动是好 那也太为难宋延了 宋延见女儿鬼鬼祟祟走向院墙 不忘四处张望 显然是脸皮太薄 生怕被爹抓葛现行 又很清楚他这个爹剑为之者的本领是出了名的 不好胡弄过去 宋延只得苦笑着从窗口退回书架附近 宋延把那本法家著作五度放回书架原位 做回文独如山的书案 案上有青铜香炉 用作焚香提神 宋延瞥了眼那两封接连从金略史釜底送来的秘性 面无表情 伸出手指抚摸青铜器上寓意驱鬼的饕贴纹路 宋延闭上眼睛感受指尖的灼烫 缓缓缩手 他对于恩师李公德在信上的叮嘱 不以为意 恰恰相反 这次黄南俊的一名惊人 正是宋延自立门户的先兆 给李府当门下走狗 随着李公德高居二品 宋延跟着水长船高 但是四品太守已经是极致 如今北梁有了改朝换代的气象 宋延自知在北梁王那边印象很差 此时如果再不做些事情 以后十几二十年仍是没办法在官场上更进一步 一步迟步不迟 正直壮年素有雄心的宋延不想跟在别人屁股后头吃些残羹冷制 可是现在宋延不确定那个灵州将军有没有容人的赌量 有没有亲自来见一见他这块官场毛坑硬臭石头的魄力 在宋延沉思时 楼外园子里传来女儿的呼喊声 宋延无奈站起身 这个闺女 没半点女子嫌熟 以后怎么嫁得到好人家 宋延没有应声 走下楼 绕路从园子后门走入 看到恩师的女儿李富珍竟然赶来了黄南郡 身边还有一张陌生面孔 以宋延的老道经验 当即就猜出身份 李富珍心仪的韩族男子郭福峰 宋延对此人没有太多好恶观感 瞧见女儿宋黄梅对这个男子使劲打量 宋延使了隔眼色 郭福峰倒是处之泰然 对宋太守毕恭毕敬深深做了一衣 宋延点头一笑 也没有作声 实在称不上热络客气 即便此人以后成了精略使大人的成龙快婿 宋延也是不太看好 何况以宋延的身份 哪怕郭福峰日后步步清云 想要跟他宋延并肩而立 少说也要二十余年的辛苦经营 李富珍牵住小他几岁的宋黄梅 但神情紧张 这是他第一次带着郭福峰出现在父亲门生面前 别人还好说 兴许会卖他精略使之女一点面子 宋延在李系门生顾立李本就以不尽人情著称 很怕太守大人直接板着脸就下了逐客令 这次赶赴黄南俊密会宋叔叔 是爹尾时没有办法了 不知郭福峰怎么得到了小道消息 跟他磨了半天嘴皮子 说了许多挖心掏肺的良苦用心 李富珍这才由犹豫豫带上他一起前来送府 他与宋黄梅打小就关系不错 一直被这丫头当妹妹看待 宋太守宠溺女儿 世人皆知 而这丫头又跟一个绅士比郭福峰还不如的江湖儿郎关系会案 这也是李富珍敢壮着胆子让郭福峰正是在灵州官场水落石出的关键所在 只是想到这里 李富珍又有些无处倾诉的难言悲哀 什么时候他也要如此处心积虑去了 不过见到宋叔叔虽然神情甜淡 可最不计对郭福峰没有恶言相向 李富珍也就稍稍心安几分 没心没肺的宋黄梅不知为何天不怕地不怕的李姐姐手心怎就有了汗水 一行人去屋内围炉而坐 宋黄梅借口要去产些天火木炭回来 一溜烟小跑出屋子 宋妍哪里不知他是去给情郎道别 少不得做出一番蝶已占墙头的动静 女大不中流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宋妍才落座便接到几封管事送来的明帖 都是黄南俊世子晚生来请教金世纪明的学问 实则不过是半夜他这个太守大人以便混个熟脸 宋妍让管事帝还门撞 还顺带回赠了几本书楼藏书 那几人没能见上面 但也算是诚信而来诚信而归 少不得跟同辈炫耀 宋妍随手处理了这桩小事 望向李富珍笑道 宋叔叔的俸禄都拿去买书了 家里都快揭不开锅 想要在这边大鱼大肉可就难了 李富珍历来不善应酬 只是展颜一笑 郭福峰不愿当陪衬 主动开口说道 历朝历代的藏家子都爱书如命 而且信奉借书如借妻 还不如直截了当赠人书籍 犹如风流明示赠人美妾 传为美坛 太守大人深庵其中三昧 宋妍神色淡然质若罔闻 没有附和 郭福峰脸皮也厚 全然不觉冷场 才略为松口气的李富珍 就又有些坐立不安了 生怕郭福峰不知官场规矩忌讳 惹恼了性情寡淡的宋妍 好在宋黄梅适时端来一盆黑炭 无形中帮他解围 宋黄梅在自己家里言谈无忌 皱眉道 爹铁崖方才跟我说墙外接上来了几个外地人 耐着不走有些时分了大冬天的在空荡荡的巷弄里做什么 莫不是歹人 宋妍轻声笑道 大路朝天 爹就算是太守 也管不住行人的腿脚 有人乐意在墙外挨动 就算待上隔靶时辰 爹也不能拿头上的官帽子去仗势赶人 宋黄梅扎摸出爹言语里的味道 脸蛋漠然一红 低头拨弄炭火 府上管事站在门口 有些惊慌失措 宋妍起身走到屋外 闻讯后不动声色 转身对李富珍说了一声 有些紧急公务缠身 再让宋黄梅帮着招呼客人 等太守大人步履匆匆离去 脚步渐渐消失 郭福峰低头伸手烤着炭火 脸色有些阴霾 扬起头去看李富珍与那太守女儿 两张各有千秋的俏脸 窃窃私语 说着轻易的闺房密语 郭福峰也是迅速转变为笑脸温暖 没有因为郡守大人的怠慢而心生不满 李富珍与宋黄梅说完了女子悄悄话 就开始欲言又止 眼角余光瞥见郭福峰不容拒绝的眼色 这才说到 黄梅 你知不知道黄南俊有多做不合理智的淫四 被人捅到了我爹那耳 说是宋叔叔非但没有进绝 反而任其香火鼎盛 这几座词庙其实都被人暗中操纵 成为恋财的手段 有伤风败俗之嫌 我这趟来这里 就是想跟宋叔叔知会一生 宋黄梅惊讶啊了一声 然后咪奇也谋人笑道 什么伤风败俗 反正咱们北梁就这样了 有啥风俗好去败坏的 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我看那些刻意诋毁重伤我爹的混蛋 就是吃饱了撑着 要么是怕我爹的位置太稳固 我爹不挪窝 他们就没法子往上爬升了麻 升官发财 不升官哪来的发财 说到底都是银子给闹的 我在酒楼听说 凌州几个郡都把矛头指向那位凌州将军 故意拔水搅浑 也就咱们黄南郡太平无事 我爹可不就成了剑靶子 李富珍嘴角泛起苦笑 郭福峰瞧了这姑娘一眼 有些惊奇 宋黄梅有意无意写演了一下气态风雅的郭福峰 对李富珍说道 姐姐 汉林哥如今可珍视了不得 出席的无法无天 都当上了边境上游弩手的标长 听说杀了醋以百计的北莽蛮子 马背上都挂不下头颅了 汉林哥哥今年回家过年吗 要是回来 千万记得要请他来我家做客 我的跟汉林哥哥说 一说我心中滔滔不绝的仰慕 男人可不就得跟汉林哥哥这般去杀场杀敌 否则就不算男人了 听到这几句旁敲侧击 郭福峰心中冷笑 脸面上依旧平静 李富珍小心翼翼看了眼郭福峰 转头牵强笑了笑 说道咱们出门转一转 郭福峰自然而然留下 姐妹俩出门以后 李富珍伸手拧了拧宋黄梅的耳朵 死丫头 都敢教训其姐姐来了 先前不是给你在信上清清楚除血了 不要给他摆臭脸 你倒好 宋黄梅撇嘴道 反正我第一眼就不喜欢那人 我爹说读书人不能有太多弩骨酸气 这样的读书人没啥大出息 我瞅着那姓郭的就两样毛病都不缺 姐 你听我一回你当初都拒绝了咱们那个北梁混世魔王 多解气的壮举 怎么到头来越来越不济世了呀 如果早知道是这样 还不如当时就从了姓徐的色胚 以后当了凡王侧妃 咱们经略使大人还不得笑得嘴角咧到后脑勺啊 再说了 汉林哥哥都能浪子回头 指不定那姓徐的哪天也能幡然醒悟 争去边境上阵杀敌 当然啦 我觉得以那无良家伙的秉性 要他去跟汉林哥哥那样亲手杀人 难如登天 也就只敢欺负欺负女子了 我真不知道当下那些人给他说好话的家伙 到底在想什么 什么北梁老族宫送入京啊 什么去闯了北莽一趟啊 什么在黎阳江湖上掀起腥风邪雨啊 谁姓啊 李富珍使劲敲了一下叠叠不休的宋皇梅额头 恼火瞪眼道 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两人行至拐角楚 看到远楚一行人安静走在府邸青石路径上 除了太守颜身穿功服没有配刀 其余几位男子大多腰悬一柄惹眼的北梁刀 平添了几分冬日肃杀气氛 最喜欢凑热闹的宋皇梅赶忙扯了扯李富珍袖口 嘖嘖称其道 呦呦呦呦 这位头发灰白满身杀气的俊歌人是谁啊 富珍姐姐你瞧瞧 我爹多傲的一人 走路的时候竟然都要比他差一间距离 不行 我得找个由头去拜会拜会这位英雄好汉 李富珍神情复杂 晦涩难明 宋皇梅到底还有些意气 没有抛下他的富珍姐姐独自离去 他与寻常的大家闺秀不同 从小就痴迷五枪弄棒 为了可以撕藏一柄北梁刀 跟他爹念念不休了好些年 宋妍最后不得不答应在他出架时弄来一把 因为北梁有条铁律 只要退出了军武 哪怕是将领也不得撕配北梁刀 哪怕被封赠一把 也不得膝带出门 当然遵守不遵守是另外一回事 许多北梁顽固子弟都以配有梁刀为荣 只要不被揭发不被撞剑 多半不会有事 但私自配刀与正大光明跨刀 天壤之别 北梁在职文官 至今还没有谁有资格配有北梁刀 这就像是在京城配剑上殿的殊荣了 宋皇梅哪怕贵为太守之女 对那些靠自己本事配有一柄北梁刀的假释 仍是发自肺腑的佩服 他如今喜欢上的那个帮派子弟 也跟他信誓旦旦说以后娶他之前 一定会是配着北梁刀跟老丈人登门求亲 宋言把这几位不速之客领进后屋议事厅 挥退下人 亲自侦查倒水 礼数很足 不过神色之间仍是没有半点精具 哪怕眼前坐着的年轻人是北梁世子殿下 是新晋横空出世的灵州将军 徐凤年接过茶杯 平静说道 当年北莽江湖在诸王李密碧授意下想要渗透北梁 专条软柿子的文官来杀 借此扰乱北梁根基 结果还没入境就在边关被截杀的七零八落 不过仍有一些漏网之余 成功混入优良二州 当时为了安抚民心 许多起无端或是都给遮掩下来 灵州相对要好一些 但还是发生了这座府邸里的惨案 这些年北梁谍报 大多都盯着北莽死士这一块 隔三差五就有看似莫名其妙的血案发生 只是老百姓不知道而已 宋言孝道 去年黄南郡就有一起凶杀案 惊动别郡一只雾首齐军越境绞杀 将一个帮派连根拔起 几乎满门抄斩 当时本官不知其中隐秘 差点就要亲自骑马拦截 跟那名校尉兴师问罪 后来是楚将军挥下的碟子 给本官捎来一具军令 本官这才知晓其中凶险 徐凤年说道 黄南郡有塞外江南之称 是北梁梁仓所在 宋大人作为咱们灵州的挑梁人 想必肩上担子很重啊 宋言语气平淡答复道 本官职责所在 徐凤年冷笑着嗡了一声 竟觉郡内不当祭拜的大小银寺 也是郡守大人份内职责 宋大人在灵州一直以雷厉风行为人称道 怎就万乎职守了 黄南郡三座人鬼祠庙 供奉牌位 既非北梁英魂 也非朝廷赐额封号的神明 明摆着有为理智 可其中一座银帘还是宋大人的手笔 难道宋大人是仗着有精略使大人庇护 明知故犯 听说宋大人嗜好藏书 新搜罗了六十几本 孤本古籍价格不飞 不知那座为至慈庙 今年年冠 给了宋大人孝敬了多少香火 宋言喝了口茶 说道 五百两而已 不值一提 好谢眼禅香中的善本 都没能收入囊中 引以为汉事 徐凤年孝道 侠敬银寺泛滥 贪莫三百两以上 两罪并罚 可就是掉脑袋的死罪 宋大人就这么想着用自己的脑袋 帮本世子在灵州树立威严 宋言不愧是灵州毛坑里那块又臭又硬的石头 竟是笑道 既然殿下带刀灯门 宋言也认了罪 那也就是一刀的事情 徐凤年放下茶杯 你我心知肚明 你这回忤逆经略使大人的意愿 有心要浮出灵州官场水面 让我好留意到你这个曾经惹恼徐霄的家伙 你遇到当官的瓶颈 想要改换门庭 好更上一层楼 我在灵州也四面树敌 束缚手脚 急需一人打破僵局 就需要你这个官职不小 又有些声望的黄南郡太守 只要你愿意在黄南郡接竿而起 让外人物以为是精略使下定了决心 要向灵州将军低头 那么很多虚力就会逝去地收敛小动作 毕竟真要被秋后算账 出主意的大爷们手脚干净 亲手做葬活的他们保不齐 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虽说法不择重 可杀鸡儆猴谁不会 总归是要有几只运气不好的鸡被拎出来 这帮刁钻油滑的刀笔小力其实心底也怕 宋言 你是不是觉得我缺了你们黄南郡就要陷在泥塘里 就算上了岸也是满身泥泞 只能灰溜溜跑去梁州跟徐霄诉苦 宋言摇头道 殿下不缺破局的手段 就是缺时间 毕竟殿下就算乱杀一通 也能杀出葛口服心不服 以后等到军旅心腹一一就位 加上一些灵州本地官员和外来世子的相互制衡 集火加文火 灵州官场也就慢慢被巡浮 但殿下似乎暂时没有这份狠辣果决 也等不起 这一点 在殿下亲自来黄南郡找我后 宋言就更加确定了 见徐凤年不说话 宋言继续缓缓说道 如果我做了灵州刺史 既可以给殿下当扫除污垢的马前卒 也可以明念上安抚金掠史大人 双方都有台阶下 暗中削弱李大人在灵州的掌控 徐凤年笑着打算俊守大人的言语 太守大人高估自己了 灵州刺史只能是徐北指 不是你送言 你至多当个灵州别嫁 不过本世子倒是可以跟你说句敞亮话 以后哪天徐北指成了北梁道金掠史 你有希望担任灵州刺史 不过那还早 你有得等了 因为北梁不会去动有功无过的李大人 徐李两家 积攒了两代人的香火 不说李大人的苦劳 仅凭我跟李汉林的交情 就足以让金掠使大人过足观影 而且泄魔杀驴的缺的事情 还是能别做就不做 当然 你送言要是真有本事 有徐北指挡在你身前 灵州刺史做不成 但还有优良两个刺史座椅 去让本世子斟酌斟酌 李扬三十周 咱们别去说徐北指这个异类 你猝一猝 有几个不到四十岁 宋大人 你就知足吧 宋言脸色殷勤不定 徐凤年结果来了一句 让宋言哭笑不得的言语 还有 想升迁灵州别嫁的官游子 大有人在 你宋言想当 得把楼内藏书送我一半 许多世子到了北梁 我好用来收买人心 不等太守大人点头 徐凤年站起身 自言自语道 他娘的 难怪那么多人想当皇帝 做起卖官欲绝的勾当 都能这么理直气壮 都能这么理直气壮